穿過層層疊疊的石頭縫 走進樹根包圍的樹洞裡 會有一處美麗的棕乳石洞 出了棕乳石洞口 是一處充滿懷骨領氣的佛教聖地 好像吳哥哥喔 台南南西萬佛寺 哈囉大家好我是肥貓 我們今天要到台南南西區 南西有很多觀光景點 如真文水庫、梅林等 很多人不知道 南西也有一個很特別的萬佛寺 萬佛寺距離南西市區北邊3公里 開車約5分鐘 萬佛寺的主要景點 除了正殿與多寶塔 還有觀音隆川 最特別的就是 沒有正式開放的小普陀庭院 庭院內有江南山水 兩個地下棕乳石洞 兩個地下棕乳石洞 與充滿古味與神秘風格的 觀音佛像群 大門 到了萬佛寺大門了 萬佛寺興建於民國76年 由比丘尼 元晉師傅所創建 一位女性師傅 獨自扛起建廟工程 真的相當有毅力 從走進山門開始 就可以發現 廟蓋得還不錯 山門上的浮雕相當細緻 風調與順 四大天王也很傳神 大殿也相當的氣派 底層大殿有三層 上層多寶塔有七層 上層多寶塔有七層 多寶塔蓋得相當雄偉 可惜還在施工中 多寶塔蓋得相當雄偉 等到完工後 爬到塔上 往下看 視野應該相當漂亮 期待多寶塔早日完工 期待多寶塔早日完工 大殿主寺 四家摩尼佛 四家摩尼佛 有三尊同志大精神 一旁有觀音菩薩 奇隆隨寺 龍船內有恐龍蛋等穀物收藏 可惜尚未開放 龍船的旁邊 就是小普陀庭院的入口 因為經費不足 缺乏維護人力 園內隊長輩與小孩 有點危險 要進入之前 要先徵詢當地師父同意 一進入小普陀庭院 就可以感受到它的特別 奇岩怪石 夾到鵝裡 時而穿過婉岩的山洞 進入黑黑的隧道中 時而穿過十字的小橋 沉浸在奇岩怪石裡 看得出園區已經有一段歷史 可是卻有人天天打掃 道路沒有落葉 很乾淨 很乾淨 一些樓梯鐵橋已經斑駁 的確帶有一些危險性 二三十年前 庭院剛落成的時候 想必也有一番風光 好多建物已經被埋沒在榕樹的樹根裡 剝開樹根走入地洞 是一個美麗的棕乳石洞 棕乳石 由東南亞跨海運送而來 可惜整修的時候 直接噴水泥沙漿 失去了原本的質地美感 有些樹根已經穿洞而下 形成了一處特別的景象 出了棕乳石洞 不遠處 充滿神秘廢墟風格的景象出現在眼前 好多好多的觀音石像 夾到樹立 斑駁的岩石 枯黃的青苔 感覺走在日本京都的神道裡 這樣充滿靈氣 卻不可怕的地方 真的很特別 充滿歷史感的環境 頹廢卻整齊的巨石 聽說是原進師父的弟弟 與他的藝術家朋友所建立 整體環境 很有世界遺產 吳哥窟的感覺 好像吳哥窟喔 希望未來整修完成後 不要破壞這個神聖地方的歷史感 真是一個拍照拍不完 很瞎底片記憶卡的地方 慢慢的離開小普陀庭院 這裡的寧靜與氣氛 令人相當難忘 午餐選擇我前同事推薦的麵店 他是南西當地人 麵店就在南西中正路 與中西南路的交叉口 這是一家以CP值取勝的麵店 外表沒有很特別 賣的東西跟一般小吃差不多 比較特別的 有綠藻拉麵 可惜我們去的時候 已經賣完 我們點了 大骨肉湯 肉絲炒飯 炸醬乾麵 魚丸湯 燙青菜 還有滷味 這樣一整桌是275元 滷味有入味 一盤才40元 算是很划算 炒飯很有水準 推薦來店 可以點炒飯喔 乾麵也可以 不過我喜歡 之前鹽水鎮 看燈會 吃過的那一家 大骨肉湯很特別 料很多 一碗才25元 不過我覺得魚丸湯比較香 本集就在南西好吃的炒飯陪伴下到了尾聲 如果您喜歡本節目的話 請幫忙按讚喔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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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